这个女人正在被拖上阎王殿 准备面临审讯 她叫何乔乔 遭人陷害 服侍违金药品 过敏之死 阎王大人看她如此可怜 决定帮忙投个好胎 何乔乔听到这里不乐意了 立马正脱开 黑白无常的束缚 她不要投胎 她要回去报仇 要让陷害她的人不得好死 阎王竟然直接答应了她的请求 可以再给一次机会 她喜出望外 还有这种好吃 让她回去可以 但有个条件 何乔乔被她送回了人间 临走前问了一句 是什么条件 阎王告诉她 以后自然会知道 何乔乔自从妈妈抑郁症自杀之后 后妈顾湘怡对她百般疼爱 后妈的女儿顾于轩 也对她百依百顺 故意为之的溺爱下 她成了别人眼中 只知道吃喝玩乐的富二代 声名狼藉 顾于轩将违禁品放进她包里 想害她身败名裂 却被她勿视过敏而亡 她死后灵魂听到她们的谈话 原来是她们母女一手策划的 如今她得到了一次重生的机会 一定要让她们付出代价 可没想到复仇之路竟然如此坎坷 尽头来到地方人民法院 法官宣告被告人携带违禁药品 罪名成立 何乔乔拼了命的狡辩 她被陷害的 是继母母女二人陷害了自己 还害死了妈妈 法官不能判罪 应该去查那对母女 旁听的人们都开始怯怯私语 法官大人愤怒地敲了敲锤子 让他们肃静下来 被告何乔乔涉嫌干扰法庭质讯 罪加一等 即将宣布审判结果 何乔乔刚回到人间 还没出医院的门 就被警察抓住了 还没来及去算账 难道他就要这样被冤枉入狱了吗 法庭的大门缓缓打开 一股仙气飘散而入 就在这一刻 时间停止了 一名身穿大衣的男子走了出来 他就是刚才的阎王大人 他走到法官面前 摆弄了几下 把桌子上的宣判结果给换了 他告诉何乔乔 这次机会可要好好珍惜 随后时间就恢复了 他看着那名黑色封衣的男子 难道刚才是他在跟自己说话吗 本庭宣布 何乔乔宣判无罪 退庭 他人傻了 本来应该判刑的下场 现在却无罪释放了 他刚准备离开法院 就被门口一堆黑衣人拦住 黑衣人们声称是大少爷 让他们来接他 何乔乔想了想 这个大少爷 难道是颜森吗 可是他都已经要和何乔轩结婚了 怎么会管他的死活 随后 保镖们请何乔乔上车 车里坐的 正是刚才的那名 身穿大衣的男子 何乔乔看到这个人呆住了 这就是刚才的那个人 他告诉何乔乔 回报他的时候到了 何乔乔把腿就跑 他才不知绑架这一套 他一声令吓 把人抓回来 保镖们没多久 就把何乔乔团团围住 何乔乔吓哭了 他还不想死 他被塞进车里 坐在那个人边上 瑟瑟发抖 他问了一下他是谁 他贴近何乔乔的脸 说自己是和他结婚的人 开什么玩笑 他们才第一次见面 他让何乔乔放心 结婚以后 见面次数就多了 他还是不肯相信这个结果 就警告他自己 其实已经有未婚夫了 他微微一笑 抛出报纸 指了纸上面的新闻 告诉何乔乔 他的未婚夫 今天和别人订婚 他已经出局了 他面露难色 原来自己已经被抛弃了 男子问何乔乔 还有什么问题 趁早交代 何乔乔告诉他自己 有没有别的选择 可不可以不结婚 可以是可以 那就带他现在回法院 继续执行审判 随后就吩咐手下叫警察来 何乔乔慌了 于是答应了请求 但他有条件 第一 双方不得强迫发生关系 第二 必要时 男方要尽量帮助女方 但不得提出肉肠 他写了一份婚前协议 如果全部同意的话 就同意结婚 他全部答应了 开始在协议上签字 何乔乔一眼就看到了 他的签名 严玉涵 他很吃惊 这竟然是 环宇集团的总裁 严玉涵 严森的大哥 一小时以后 他们俩去明政局 登记结婚了 何乔乔居然真的 和这个初次见面的男人 结婚了 他们俩走到车子面前 严玉涵看他迟迟不动 便问他怎么了 他刮了一下 何乔乔的鼻子 让他不要胡思乱想了 又掏出两张卡 说自己还有事 这是钱和家里的门卡 让他玩累了就回家 这行云流水的操作 也太自然了吧 明明两人还不熟悉 突然他发现 有什么不对 回家 回什么家 他转过身去 告诉他 结婚了 自然应该住一起 他们的家在 钻石大道的蓝湾别墅 有事打电话 蓝湾别墅 可不是一般 有钱的人能住的地方 他这么有钱 为什么要取和乔乔 汽车刚离开他的手机 就收到了短信 感叹严玉涵如同神仙一样 连自己的手机号都知道 管不了这么多了 故乡姨母女俩 差点害他进了监狱 他一定要去揭穿 他们的真面目 下一秒 就拦下了一辆出租车离开了 画面 转到严玉涵车内 秘书接到了通知 他告诉总裁 环宇集团百年庆典 十点钟准时开始 现在副总裁和老夫人 还有准少奶奶何于轩 正在会场招待贵宾 他们都以为 严玉涵还在国外养病 他觉得 让他们高兴得够久了 拿了别人的东西 迟早是要还的 秘书又问他 下一步该怎么做 严玉涵看了看时间 庆典还有一个小时开始 先回总部拿点东西 既然是百年庆典 就要给大家一点难忘的惊喜 画面来到总部会议室中 高层们都在议论着 总裁这么多年来 神龙见首不见尾 从来没有管过集团的事 他们怀疑 总裁连集团的地址都不知道 而且 环宇大大小小的事情 身为总裁的大少爷 从来没有过问 都是二少爷打理 大少爷的存在 对于集团来说 有什么意义 经理告诉他们 大少爷当总裁 是老总裁的意思 况且 大少爷之前是身体不好 等身体好了 就会回来管事了 有人不同意了 他声称 要代表董事会 在今天的集团庆典上 正式罢免严玉涵总裁一职 严玉涵此事推门而入 问是谁要罢免他 随后 就淡定地跟高管们打了声招呼 他被吓傻了 总裁严玉涵 不是在国外养兵吗 他随即说出了 陈董秘密买别墅的事 说他眼光真不错 陈董没跟任何人 说过这件事 他不知道严玉涵 是怎么知道的 严玉涵又问他们了一遍 刚才是谁想罢免他 会议室中 没人敢说话 经理站了起来 欢迎他的回归 他吩咐两总经理 接下来召开临时会议 主持一下 会议开始了 陈董在台下 悄悄摆弄着手机 无奈没有信号 信息发送不出去 严玉涵把他当场逮住 问他要不要 连忙推辞自己没什么急事 看来此人死期将至 严玉涵告诉大家 如果没什么问题 就散会 突然手机响了 收到了两则 接近十万元的消费短信 他立马转身 告诉秘书去环宇酒店 镜头来到环宇酒店内 严森不知大哥身体如何了 手下告诉他 大少爷身体不适 不能出席今天的周年庆典 过两天才回国 还发了邮件 预祝他订婚快乐 他让手下转报卧底长青 务必照顾好大哥 希望他的大哥安心休养 怀孕有他就够了 画面来到贵宾化妆室 何于轩等这一天等得太久了 从今以后 他不再是顾于轩 是何于轩 何氏唯一的大小姐 只是没想到医生 都宣告何乔乔死亡了 居然又活了过来 不过还好 自己在他出院的时候 就报警把他抓了 就这样身败名列 在监狱度日吧 等他出来 何氏企业和僧哥 早就都是自己的了 此时 有人提醒他 庆典马上就开始 他走出化妆室 搂着颜森 一同去往现场 阎王大人 既然放他重回人间 那就要把所有痛苦 全都还给顾湘怡和顾于轩 他身着礼服 走进订婚现场 周围的人们都在讨论新娘 今天要订婚的是 心境引后顾于轩 这个顾于轩 在何家寄人篱下 被何乔乔当庸人使唤 总算熬出头了 何于轩一放学 就要跑来给他背书包 稍微去晚了 他就不让人家进家门 何乔乔很无奈 这些人都是和自己一样 被顾于轩母女 骗得团团转的傻瓜 顾于轩母女一转头 发现何乔乔 竟然站在自己的面前 他们母女俩很惊讶 明明被抓了 怎么逃出来的 何乔乔知道 他们觉得自己 出现在这里很奇怪 顾湘怡立马上前搂住他 一副假惺惺的样子 嘘寒问暖 随后就故意拉大嗓门 听说何乔乔被警察带走 他们都很担心 能没事真是太好了 周围的人听了 都开始闲言碎语 听说是携带违禁品被抓了 这种违法的事 也就何乔乔这种小太妹会干 他刚准备还嘴 就被顾于轩拉住 说幸好他没事 他不在的日子里 自己的心里总觉得不安 怕他恨自己 不肯祝福自己 那样自己和僧哥都不会幸福 何乔乔处处处被他陷害 抢走未婚夫 还要自己祝福他 简直是做梦 他一把甩开顾于轩的手 简直就是个白莲花 他露出一副楚楚可怜的样子 阐述自己和僧哥是真心相爱的 颜森此时从背后走了过来 顾于轩继续演戏 他知道何乔乔不开心 都是自己的错 不要怪僧哥 何乔乔更怒了 他做了什么自己清楚 颜森与他擦肩而过 上前问顾于轩发生什么事了 回头一看 竟然是何乔乔来了 何乔乔此时想起 严玉涵说的那句话 他已经出局了 顾于轩立马开始安慰起来 他们的是让乔乔心里不太舒服 都是自己不好 让颜森不要怪他 颜森听了立马摆出一副嫌弃的表情 让他不要闹了 他们分手不关顾于轩的事 是何乔乔自己品行不端 严家不需要一个罪犯做媳妇 颜森根本不知道 何乔乔已经被害死过一次了 也不相信他没有犯罪 从头到尾都在维护顾于轩 何乔乔哭了 他告诉颜森是顾于轩陷害了他 顾于轩见此投进颜森的怀抱 他们亲如姐妹 怎么能这么陷害自己 何乔乔如今连个屁都不是 谁会信他 何乔乔解释自己没有犯罪 法院将自己无罪释放了 边上一位大叔打断了他们 原来是他的父亲 他一巴掌扇过去 做错事不知反省 侥幸逃脱就洋洋得意 还来破坏订婚 他怎么有何乔乔这种女儿 他的父亲婚前就和顾湘已有私情 才害他妈妈抑郁而终 现在还想抢走他的一切 送给顾于轩这个私生女 凭什么 他又抬起手准备打他 要是还知道什么叫做礼仪廉耻 就马上滚蛋 他接住了这一击 什么叫做礼仪廉耻 一个婚前就有私生女的人 可以说这句话吗 顾于轩立马开始和颜森解释 都是自己不好 可以打他骂他 但何乔乔怎能这么说自己的爸爸 颜森警告他 今天是他们环宇的大日子 他们之间已经没有关系了 来这里到底有什么目的 台下的观众们也开始议论纷纷 小太妹就是会闹事 这种不孝之人 就该蹲监狱 顾于轩不愧是影后 好慧眼 父亲拉住他的肩膀 让他这个逆子赶紧滚回去 顾于轩在背后故意将他绊倒 和乔乔往后倒去 颜玉涵冲了出来 一把接住了他 看他们这么热闹 问他们在干什么呢 他强大的气场 把周围的人都震慑住了 颜森看了一眼 竟然是大哥 他应该在瑞士疗养院 可他现在看起来健康得很 颜玉涵上前恭喜他新婚快乐 颜森刚准备伸出手来握手 颜玉涵直接无视了他 转过身去跟周围的人自我介绍 台下的女人们都看入迷了 这才是环宇集团真正的掌门人 何乔乔看着如此耀眼的男人 竟然和自己领了结婚证 顾于轩咬牙切齿 何乔乔凭什么总能逢凶化吉 随后和妈妈对视了一眼 似乎又达成了什么阴谋诡计 何乔乔一转头 看见他走了过来 顾湘怡故意撞倒服务员 红酒往前洒去 全部泼在了何乔乔的礼服上 他立马前去假惺惺地擦拭 突然颜玉涵喊了一声 何乔乔的名字 他很紧张 难道连他也要站在他们那边 他拿了一块白布走了过来 问何乔乔是谁弄的 他很庆幸他真的是来帮自己的 服务员立马开始拘功道歉 是他不小心摔倒导致的 颜玉涵看了看顾湘怡 说自己不喜欢有人对他说谎 随后吩咐秘书调监控 又让服务员说实话 服务员哆哆嗦嗦地说出了实情 是何太太碰翻了他的托盘 才弄脏了何小姐 顾余轩立马破口大骂 说他胡说八道 服务员一口咬定就是何太太 顾相一伙了 知道自己是何太太 还敢污蔑 颜玉涵没有搭理他们 吩咐秘书让工作人员 把监控在大屏幕上播放 顾余轩慌了 告诉他们这种小事 何必闹得沸沸扬扬 自己的妈妈是无意的 算他们错了 让他妈妈给乔乔道个歉 何乔乔担心他会像颜森那样 也被顾余轩迷惑 最后不了了之 传出去之后 错的又会是自己 颜玉涵走上去告诉顾余轩 第一 在环宇的百年庆典上没有小事 第二 他从不冤枉人 既然他母亲没做就不必道歉 做人不需要太卑微 何乔乔看他这么帮自己 随后也说自己 可不要莫名其妙地道歉 要个监控而已 没做亏心事根本不用怕 秘书带着监控录像赶了回来 颜玉涵让他直接播放 众人看着大屏幕都惊呆了 这个何太太看着很关心何乔乔 没想到背地里这么坏 没想到 他们竟然是这种人 纷纷猜测 之前何乔乔说 被他们陷害 差点坐牢的事 该不是真的吧 这下真相大白 何乔乔问他们 还有什么要说的 顾余轩立马下跪 是他妈妈糊涂了 他是怕何乔乔在闹事 破坏自己和僧哥的订婚 才做出这种事的 顾湘怡也让他就看在自己 过去十多年 对他掏心掏肺的份上原谅他 何乔乔笑了 掏心掏肺 把自己养成废物吗 那还真得谢谢他 颜玉涵让他们赶紧站起来 整天跪着 是不会走路吗 还是没进化完全 何乔乔没想到他这个冰块脸 骂起人来这么幽默 今天是环宇的百年庆 他不希望有人撒泼捣乱 随后吩咐秘书把他们请出去 手下们把他们二人包围 互相一翻脸了 他是颜二少的丈母娘 看谁敢动手 颜森堂堂还宇副总裁 订婚未婚妻都被赶出去 这个颜玉涵明显是在打自己的脸 他走上前去告诉颜玉涵 今天好歹是自己订婚 于轩被赶出去 会被人笑话的 颜玉涵想了一下 既然是自己二弟的未婚妻和丈母娘 那就下不为例 颜森知道这分明是杀鸡儆猴 未婚妻的事都做不了主 以后还宇哪有他说话的地方 颜玉涵吩咐秘书 安排一间总统套房 他和和小姐需要休息 画面来到办公室 颜森妈妈记得 总裁的病情加剧了 会不会是他的人被收买了 还有陈董明明说好 今天罢免颜玉涵推颜森上位 然而他来势汹汹 今天宴会上一点面子 也不给 他除了夺权 还有什么目的 颜森让妈妈不用担心 这么多年 环宇的核心力量 早就握在自己手里 他现在想拿回去 可没那么容易 妈妈这才放心 不过是那个女人的建筑 颜玉涵怎么比得上颜森 颜森被和家人的表现 弄得十分恼火 这么重要的场合 大家都没面子 他不知道 和乔乔 到底怎么和大哥勾搭上的 随后 又将门口的杨诚进来汇报情况 他已经打电话给瑞士 那边问过了 负责看守大少爷的常青 两天前 因为精神失常 被关进了疯人院 其余负责监视的人 也全部失联 常青好端端的 怎么会精神失常 手下告诉他 打电话过去他接了 但是嘴里一直不停地 重复同一句话 见到活得阳望了 妈妈担心 他是见鬼了 颜森见事态如此蹊跷 肯定有问题 吩咐杨诚 立刻启动所有势力 他要知道 大哥这几天 在国内外的全部动向 和乔乔回到房间内 颜玉涵刚才的行为 真是帅到他了 自己佩服的五体投地 从现在起 他就是颜玉涵的超级迷妹 他终于揭穿了 顾家母女的真面目 颜玉涵让他别忘了自己 亲手写的婚前协议 未经对方允许 不得有任何性质的肢体接触 何乔乔听到之后 立马松开了他 红酒屋子都蹭到身上去了 他太激动 忘记裙子脏了 连忙让颜玉涵 把西服脱了 自己去帮他洗洗 他要自己来 就开始解衣服 何乔乔哪见过这场面 立马逃跑 他躲在厕所里 骂自己真是疯了 万一让颜玉涵想歪了 误以为自己要扑倒他怎么办 可是刚才颜玉涵的样子 真的让他很想扑 他太帅了 这昏洁的争执 颜玉涵在门外 听着他在自言自语 他说自己腰细腿又长 没有丰满的胸部也没什么 胸部大了还累赘 突然颜玉涵的头顶 出现了一道幻影 手下出现 问阎王大人 这是在干什么 颜玉涵懒地搭理他 轻轻一挥手 就把他打散了 屋外有人敲门 是顾于轩来了 他是特意来向颜玉涵道歉的 今天弄成这样 自己十分不安 想进去和他好好解释一下 颜玉涵让他不必解释 监控视频已经看过了 他有自己的判断力 何乔乔洗完澡 从浴室走了出来 顾于轩见状问他 怎么能这样糟蹋自己 何乔乔还想知道 他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顾于轩让何乔乔再生气 也要注意明节 男未婚女未嫁 传出去可怎么做人 让他现在马上跟自己回家 现在就顾于轩看到了 传出去也是他传的 他告诉何乔乔 自己是他姐姐 怎么会做出这种事 何乔乔懒地看他装模作样 让他没事就快滚 用力地把门关上 他很生气 发誓一定要让何乔乔吃不了兜着走 何乔乔告诉颜玉涵 以后在女人面前 把衣服穿上再说话 他再三强调自己不是吃醋 只是不想便宜了顾于轩 颜玉涵缓缓起身 告诉他自己知道了 现在准备洗澡 何乔乔看如此俊俏的男子 站起来向着自己靠近 他紧张地连忙后退 一个猎浅 就摔倒在颜玉涵的怀里 这触电一样的感觉 何乔乔前所未有的陌生 起来之后 看见颜玉涵胸口上 沾着自己流口水 要帮他擦掉 颜玉涵拉住他的手 他的行为可能 会让自己产生类似于 这个女人是不是想对自己 做点什么的想法 何乔乔只是不小心的 颜玉涵没有在意 走向了浴室 现在的何乔乔 觉得他肯定已经认为 自己故意吃他豆腐了 以后肯定会很尴尬 不小心轻到就算了 还去摸他 他肯定以为自己是个好色的女人 他还在床上想刚才的事 突然又有人敲门 何乔乔大骂顾于轩 这个女人真是贼心不死 又来干什么 他打开门一看 竟然是颜森来了 这位婚夫妻轮番来找查 颜森看着面前的女人 和之前的小太妹 气质截然不同 何乔乔问他 有何贵干 自己一出事 他就和顾于轩订婚 他们又是什么时候搞到一起的 颜森让他说话客气一点 未免也太难听了 颜玉涵在浴室里 听着他们的对话 颜森不想和他扯 问他和大哥到底什么关系 何乔乔才不告诉他这么多事 颜森一心只想进去找大哥 颜玉涵裹着个浴巾就出来了 问何乔乔是什么人来了 颜森看他不穿衣服 这两个人肯定有一腿 他问颜森有什么事 颜森告诉他 庆典结束的时候 还需要他来致辞 自己特地来提醒一下 颜玉涵想着这个致辞 他肯定花了不少心思准备 不要浪费 就让他来做 自己长途跋涉 需要休息 颜森问他 半个月前看起来快死的样子 忽然变得这么健壮 是怎么做到的 颜玉涵让他可以咨询瑞士方面 那边会给他详细的资料 他回到办公室 十分怀疑这个颜玉涵是假的 吩咐手下找家可靠的侦探社 仔细地查 他们从小一起长大 大哥他在熟悉不过 现在这个绝不是本人 这关系到环宇的未来 他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 何乔乔在酒店里照着镜子 自己以前都是T恤牛仔裤 这种甜蜜蜜的风格 颜玉涵送他的这个粉色长裙 真是典型的直男审美 但对他来说 其实也还行 颜玉涵看他今天喜欢的是裙子 就让秘书照着买了 要是喜欢别的 下次就让秘书继续 何乔乔很开心 但他要是真的是自己的老公就好了 颜玉涵很不明白 自己明明真的是他老公 他的意思是 如果他们真的是相爱结婚就好了 这样的协议婚姻 早晚会结束的 颜玉涵让他别胡思乱想了 摸了摸他的头 这么轻易的动作 何乔乔会误会的 让他别这样 颜玉涵掏出一个平板 他觉得何乔乔看到这个 也许会高兴 上面的新闻 讲的是顾于轩会场上 被揭穿的新闻 何乔乔觉得这标题 取得真特喵太好了 镜头也抓得很棒 颜玉涵看他如此开心 他都被害死过一回了 看坏人丢个脸 也能高兴成这样 何乔乔问他 是不是他故意安排的 这算是结婚礼物 他很感激 他太特喵喜欢这个礼物了 顾于轩现在一定急得头都挠吐了 颜玉涵很不解 特喵是什么意思 何乔乔解释 这是骂人的话 他要是不喜欢 自己可以改 他倒是认为无伤大雅 随他喜欢 接下来他们差不多该回家了 何乔乔想先回自己家一趟 拿点东西 其实他觉得 突然和一个陌生男人住 还是有点尴尬 最关键的是他 还得回家看看顾于轩的衰样 颜玉涵想起自己还有事 就让秘书送他回家 镜头来到顾于轩的家中 他正在和母亲哭诉 连颜森都不愿意帮他们了 这下全完了 父亲告诉刘总编 只要他把文章删了 多少钱自己都给 但话还没说完 对面就挂了电话 他哭得更大声了 这下真的全毁了 何乔乔此事回到家中 告诉他们 自己只是回来拿点东西 顾于轩看他回来了 立马拉住他 他求何乔乔帮帮自己 去让颜玉涵救救他 何乔乔回想起警局的事 自己关在警察局 要被判刑的时候 他们也没管 父亲怒不可遏 骂他是个畜生 说完就用烟灰钢砸了过去 何乔乔被正好砸中头部 倒下楼梯 父亲这下着急了 让他们赶紧打急救电话 要是出人命就完了 顾湘一拉住他 拿了一份文件出来 何乔乔现在脑子不清醒 让他把48%的股权转让数千了 有了这股权 他们一家就是和氏绝对的掌控者 到时候有权有势 再让刘总编删文 他不敢不删 父亲很佩服他 他确实是自己的好帮手 画面来到市立医院之中 何乔乔缓缓睁开双眼 边上的护士 还说他家人真疼他 一直守在外面 他们看何乔乔醒了 立马冲了进来 顾湘一说 何乔乔的父亲 只是太生气了 不要在意 他也说自己不是故意的 而且医生说 只是轻微脑震荡 休息两天就好了 何乔乔服了他们了 什么都敢说 脑震荡休养两天就好了 把自己当什么了 父亲此事开始谈起正事 姐姐的事帮不了就算了 在这上面签个字就可以了 他看了探文件 上面写着 何乔乔自愿将名下48%的股份 转到何宝生名下 并放弃继承权 他直接把文件砸了过去 这是他妈妈留给自己的 凭什么他们说要就要 做梦 父亲立马拉住他 告诉他 今天不签也得签 还让顾余轩他们来大把手 今天一定要让他签这个字 父亲告诉何乔乔 他以后总要嫁人的 与其便宜别人 不如让自己来保管 这样 他就永远是何家的东西了 他的内心想着 自己把股份弄过来 非和他断绝父女关系不可 顾湘一告诉他 他们都是一家人 不会害他的 今天不签也得签 妈妈给他的东西 何乔乔谁都不给 但他的手还是被强行按住 写下了签名 阴谋得逞后 他们火速逃离了现场 何乔乔一人在病房里 留下了委屈的泪水 办公室中 秘书告诉严玉涵京城那块地 已经按吩咐拍下来了 突然一通电话打了过来 严玉涵刚接通 对面就传来了哭声 严玉涵问他怎么了 何乔乔求他帮帮自己 他们抢走了妈妈给他的东西 又问何乔乔现在在哪 自己马上过去 何乔乔刚说完自己的地址 他就打开一道传送门 传送了过去 何乔乔挂断了电话 感叹自己真没用 没有保护好妈妈给自己的股份 严玉涵此时推门而入 他很奇怪 怎么来得这么快 严玉涵问他是谁弄的 他搂住何乔乔 让他哭完了再好好说 在严玉涵的印象里 人类好像是这样安慰人的 没过多久 何乔乔把事情的来龙去脉 讲了一点 他告诉严玉涵 他们肯定已经拿着协议 去找律师公正了 严玉涵 让他一切交给自己处理 随后 把他放在床上 让他好好休息 有他在 没人能欺负何乔乔 他出门 立马联系了手下 回来之后告诉何乔乔 骨拳还是他的 没事了 而且 今天之内 会有律师来让他签一份协议 以后任何人都抢不走他的骨拳 他很惊讶 严玉涵的办事效率也太高了 严玉涵又叫来医生做了详细检查 医生说他头部受到撞击 有轻微脑震荡 脚踝三井扭伤 手肘处有擦伤 建议留院观察 医生问他 这位小姐是他的什么人 严玉涵微微一笑 说何乔乔是他太太 三人一路奔波到律师事务所 做完公正 这48%的股份 就真正属于他们了 再加上父亲的8% 他们就是何是绝对的掌控者 他就是真正的何家千金了 突然一阵阴风袭来 把他们手中的股份协议 吹了个七零八落 手下出现 捡起其中一份 眨眼之间就给变换了一番 让他们千万收好了 这下他可以向阎王殿下汇报了 父亲拿着文件就走了进去 律师夸他动作真快 父亲让他现在就给自己公正 律师翻了翻转让协议 他们简直是在开玩笑 父亲不知道哪里有问题 律师给他看了一下 转让者签名写的是何宝生的名字 他们也很奇怪 问父亲怎么回事 这一定是那个孽障搞的鬼 他们要回医院找他算账 画面回到医院 何乔乔看桌边上 这名男子 简直太完美了 身材好 长得帅 还掌控着环宇这么大的企业 严玉涵问他想说什么 何乔乔立马缩进被窝 又被带到偷看他了 简直丢脸死了 他想不通 严玉涵怎么会和自己结婚呢 他那么帅 又厉害 自己名声不好 连自己的父亲都嫌自己丢脸 严玉涵想了一想 告诉他 大概是 因为自己需要他这个小麻烦 给自己乏味的生活 增加一点乐趣 何乔乔很丧气 这个严玉涵 连简单的轰轰人都不会 他问何乔乔 是不是不满意 何乔乔满意极了 他是自己的恩人 说什么他都满意 严玉涵笑了一笑 真是个口是心非的小家伙 随后他就告诉何乔乔 自己该回公司了 秘书会来处理后面的事 他跟严玉涵告了别 没多久 父亲几人怒气冲冲地来到医院 秘书问几位 找何小姐有什么事 顾于轩夸何乔乔的本事不小 别以为找严玉涵坐靠山 自己就治不了他 他告诉秘书 自己是乔乔的姐姐 有些私事 想和他单独聊聊 秘书没管他 问何乔乔的意思是什么 顾于轩看秘书这副下属的语气 何乔乔难道被严玉涵包养了 他让秘书先出去 自己有事再叫他 随后就让他们说到底有什么事 顾于轩叫住了门口的秘书 他问颜大少和何乔乔是什么关系 是不是被包养了 秘书让他这种损害他们总裁名誉的话 最好别说 后果不是他能承担的 顾于轩解释自己 只是怕乔乔走错路 秘书没有理他 转身离开 他感叹 不愧是严玉涵的秘书 冷冰冰的 一点都不懂连香西域 何乔乔开怀大笑 真是老天有眼 笑死人了 想逼他再牵一次 做梦 严玉涵帮自己拿回来的东西 他绝不会再给出去 父亲让他必须签 否则今天就和他断绝妇女关系 顾于轩开始装模作样 让他听爸爸的话 秘书回来了 他告诉何乔乔 总裁派人把他要的文件送过来了 文件声明 他在核实企业的股份归他个人所有 有生之年不会转让他人 父亲急了 这股份是他太太留下的 他也有权利享有 下属告诉父亲 他太太遗嘱上明确声明 将48%的股份归属何乔乔女士 而何宝生是8% 他们已经分别继承了股权 且何小姐已成年 有权自主决定股权归属 父亲绝望了 何乔乔不能签 他是不会签的 何乔乔很开心 让他拿过来 他要签 顾湘怡拿肯同意 冲上前来准备抢走合同 他立马躲到秘书身后 秘书告诉他们 涉嫌殴打和强迫何小姐 自己已经报警了 顾湘怡骂他这条走狗 有什么资格管他们的家务室 何乔乔站出来说 自己早就把一切委托给他了 没有资格管何家家务室的 是他们 还有秘书是自己的朋友 倒是顾湘怡发起风来 像一条疯狗 随后就告诉秘书 自己头疼 让他赶走他们 镜头转到环宇集团总部 电视中播放着顾湘怡 几人被捕的新闻 这下搞定了 何乔乔的股权以后 谁也拿不走了 随后 手下又问严玉涵 他脱身人间 需要找个人结婚而已 会不会为何瞧瞧做太多了 严玉涵告诉他自己 连心跳都没有 担心什么 帮他只是找点乐趣而已 他不是没有心跳 只是感受不到 谁也不能保证 他永远感受不到 毕竟人类 有种叫做爱情的东西 严玉涵一副很懂的样子 告诉他 爱情产生于脑 而非心脏 自己不需要爱情 这种人类的东西 自己的大脑会管好心脏 每个五百年 在人间脱身一次 从有这个规定开始 自己从没失控过 这次也不例外 三天已过 他在人间的一切都打点好了 手下按照规定 不能再陪在他身边 请他时刻记得自己的身份 他的身份特殊 千万不要干涉人类的生死 手下还没说完 又被严玉涵赶走了 手下很担心 谁说他没有失控过 连遭受的惩罚他也忘记了 这次绝对不要再重蹈覆辙 手下拿来了瑞士方面的资料 严森看了一眼 这些长青从来没给他看过 难道他真的早被大哥收买了 但他已经疯了 莫非是在装神弄鬼 随后又问大哥和和乔乔的事 查到什么线索没有 大少爷曾在和乔乔被审问的法庭附近出现 但两人似乎刚认识 还有董事会对大少爷继续出任总裁一职 没有意义 严森到头来居然白费心机 镜头回到医院 和乔乔让顾于轩他们等着 要把他的黑料曝光 等女神人设崩塌 他一定会崩溃的 秘书走了进来 他准备了一个小礼物 是总裁给他的 里面正是他需要的电脑 秘书看他这么单纯 什么情绪都写在脸上 又告诉他是不是还需要这个 便掏出一部手机 手机上正在播放 何家被捕的新闻 何乔乔太开心了 他要去发帖 标题就叫震惊 励志女神何于轩 为何在医院门口被拘留 画面转到中顶娱乐公司大楼 号称女星最高规格的订婚宴 被扫地出门 又因殴打病人扭送警局 这篇帖子一出 在牛的公关公司 也洗不白顾于轩了 他们俩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到底是谁发的帖子 顾向一求宋哥想想办法 以前都是他帮于轩度过危机 宋哥告诉何泰 这次和以前不一样 短短一个上午 已经有四个品牌代言提出解约 原定下个月要拍的国际封面 也被取消 他的大跌让公司损失惨重 顾于轩觉得 一定是有人故意搞他 他希望宋哥一定要想办法 砸他于轩的招牌 就是砸宋哥的招牌 他告诉顾于轩 照片视频俱全 不好处理 除非将他反转成受害者 顾向一这才缓了过来 夸他不愧是金牌经纪人 如果于轩是被陷害的 那大众反过来还会同情他 真是妙啊 此时顾于轩的舅舅走了进来 他查出来发帖的IP地址 在市三医院 顾于轩想起 何乔乔救助市三医院 一定是他 何乔乔以前明明对他们言听计从 现在怎么专门跟他们作对 顾于轩也觉得奇怪 他好像突然变聪明了 他知道找谁来背黑锅了 只要宋哥安排一个摄影师 自己就能好好演一场戏 画面又回到医院 顾于轩吩咐何乔乔明天出院 直接回蓝湾别墅 秘书会去何家帮他拿东西 他就别过去了 但他觉得还是自己租房住比较好 毕竟他们只是契约夫妻 顾于轩家里有专业的庸人和护士 他的伤美好权 需要护理 没办法 何乔乔只好同意 回何家的话 他们一定不会善罢甘休 自己还需要颜余涵的庇护 随后他又让乔乔别乱跑 自己还有事先去公司了 前脚他刚走 何乔乔就来到了医院的小公园 他躺在床上好几天都快憋死了 来这里呼吸一下新鲜空气 就在他伸懒腰的时候 背后出现了一名壮汉 画面来到颜余涵的车内 他吩咐司机回桓宇 但又突然感觉有什么不对劲 回头去医院 他总算找到了 何乔乔一看 是顾于轩的舅舅顾龙 不知道他想干什么 顾龙问网上黑于轩的帖子 是不是他写的 何乔乔告诉他自己 什么都不知道 好女不吃眼前亏 得跑路了 顾龙让他不要装蒜 敢不敢当场发誓 要是撒谎 自己的妈妈就堕入地狱 沦为恶鬼 一切都被顾龙胸口 这只笔录下来了 等传到顾于轩那里 何乔乔就死定了 何乔乔让他闭嘴 他没资格说自己的妈妈 帖子就是他写的又怎么样 自己说的又没有假话 顾龙骂他是条疯狗 今天非要扒了他的皮不可 他的脚刚踹上去 就被一股无形的力量挡住了 把力量全弹了回去 直接摔倒在地上 何乔乔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顾龙问他什么时候学的气功 何乔乔借题发挥 让顾龙他们最好别惹自己 否则打得他经脉禁断 蹊跷流血 管不了那么多了 先打发顾龙走再说 藏在车里的顾于轩猛了 何乔乔怎么这么狠啊 他冲上去抱住何乔乔 开始装模作样 让他别打了 不知道顾于轩上来发什么疯 他告诉何乔乔 这是自己的舅舅 也是他的长辈 他怎么能这样 何乔乔问他在瞎说什么 难道也想尝尝自己的气功吗 顾于轩真有点怕了 让他别乱来 没办法 自己惹不起还躲得起 随后又查看了一下舅舅的情况 顾龙告诉他 自己动不了了 快叫医生 总裁的保镖们 这才匆匆赶来 秘书看了一眼何乔乔 问他有没有怎么样 何乔乔告诉他 自己没事 反倒是顾龙 好像有点事 路边的一辆车 缓缓关上车窗 原来严喻含察觉到危险 一直在背后保护着他 见他没事了 便吩咐司机开车 画面来到医院 顾于轩问舅舅怎么样了 医生告诉他 他舅舅腿还有手臂 都有不同程度的骨折 最严重的是腰上的伤 恐怕以后没法站立了 他吓傻了 这怎么可能 顾乔以此时带着警察 冲进和乔乔的病房 他告诉警官 打伤他弟弟的人就在这 警察问他 确定就是这位小姐 打伤他弟弟 据悉 伤者顾龙身强体壮 常年从事保镖工作 而这位和小姐身材娇小 两人体型相差近乎两倍 除非他有异能 否则不可能将顾龙 打成半身不随 顾乡以让他们不幸 可以调监控 那里的监控损坏了 而且有目击者秤 是顾龙破坏的 顾乡以本想下阴招 没想到被自己的阴招给害了 居然被看到了 这次算他走院 不过 他们已经拿到了想要的东西 警察表示 这件事他们会继续调查 感谢他们的配合 几人走后 匿数告诉何乔乔 总裁让他今天就出院 何乔乔很疑惑 本来说好明天出院 怎么又改口了 匿数已经把手续办好了 免得不识相的人 再打扰到何乔乔 镜头来到栏湾别墅 何乔乔一副 没见过世面的样子 门口的庸人们欢迎夫人回家 何乔乔惊呆了 这简直比得上皇宫了 管家刘书自我介绍了一番 就要带何乔乔进屋 他问管家大少爷 什么时候回来 自己晚上 不会要和他睡一起吧 刘书觉得 既然他问了 自己就将大少爷的作息习惯 向他做个说明 大少爷每天八点准时起 九点用早餐 十点出门处理公司事务 下午六点半回家 七点半用晚餐 八点半到十点在书房 十一点半睡觉 大少爷的时间观念非常强 做事的规矩也绝不允许打破 还请他格外注意 他带何乔乔 来到他和大少爷的房间 待会庸人会将他的行李送过来 何乔乔突然想到 如果不小心破坏了 少爷的时间习惯 会怎么样 刘书让他最好不要有这个想法 难道少爷就没有夜生活吗 总要应酬什么的吧 这种作息 让他这种熬夜打游戏的人 怎么活 他告诉何乔乔 目前为止还没有过 现在是六点 少爷还有半小时到家 他要去厨房监督了 请他记得七点下来用餐 他瘫倒在床上 自己年纪轻轻 就要跟着严玉涵过老年生活 但他想了想 还是一定要分房睡 否则他们作息习惯差这么多 他不想被赶走 没过多久 到了吃饭时间 他刚下楼 就看到了女仆端着美食 准备去往餐桌上菜 竟然是肉 他在医院天天喝粥 可愁了 他来到饭桌 为什么只有一边有肉 却严玉涵难道连肉都不给他吃 嫌他胖 没肉他怎么活呀 女仆告诉他大少爷不吃肉 做另一边就好 何乔乔很疑惑 难不成严玉涵是素食主义者 都是蔬菜 看起来就没食欲 他看了看桌上的动物油 随后就搬在沙拉里 这样看起来好吃多了 随后又想起今天在医院的事 难道严王还给了他一门 没动就把固龙打飞了 没多久 严玉涵回来了 他想试试自己的一门 举起双手 就冲着严玉涵推去 重重地拍在他胸口上 但什么也没有发生 场面一度十分地尴尬 严玉涵以为 这就是他迎接自己的方式 真够隆重的 何乔乔害羞死了 告诉严玉涵 自己不是故意的 何乔乔太丢脸了 这下以后还怎么见人 严玉涵倒觉得没什么 反正也不是第一次了 在酒店里都已经报过一次了 何乔乔不是故意的 自己是有原因的 严玉涵问他什么原因 他也说不上来 不知道他有没有什么异样的感觉 他告诉何乔乔 自己是个正常的男人 你总是这样聊播 我当然 其实 如果你想的话 我们可以回房间 他问的不是这个感觉 是那种 如果他说再是气功 严玉涵一定会觉得他有病 不知道该怎么解释了 画面来到中顶娱乐公司 他们把视频按要求剪辑好了 宋哥夸他不愧是心境影后 演技真不错 顾余轩开始客套起来 说是宋哥足智多谋 顾湘仪已经联系了媒体 等凌晨就发出去 到第二天天早上 何乔乔就白口摸辩了 现在是他被黑得最惨的时候 也是最好的反转时机 发布会上他哭一哭 然后再拍几组做慈善的照片 这是救过了 但顾龙受伤的事实在是诡异 何乔乔难道会气功 顾湘仪也想不通 从小到大没见过他练过什么功 顾余轩让他们别想那么多了 先回去休息 第二天才是战场 宋哥还是觉得不对劲 又看了看视频 他注意到 是后面那辆车里的人在捣鬼 那个人到底是谁 镜头回到蓝湾别墅 何乔乔敲了敲门 但没人回应 他开门进去 看到颜玉涵已经睡下了 他记得作息时间不是雷打不动的吗 今天倒是一反常态 何乔乔正好趁他睡觉 拿衣服去客房睡 颜玉涵突然伸手抓住他 让他别走 他整个人摔到了他的身上 他很害羞 难道颜玉涵真的想那啥 他摇了摇头 自己可不能这么想 随后告诉颜玉涵 协议上说好的 未经对方允许 不得亲密接触 颜玉涵病了 不知道是谁在菜里放了婚心 何乔乔摸了摸他的额头 奇叹无比 随后就打算叫刘叔送他去医院 颜玉涵一下子坐起来抱住了他 他才不要去医院 去了也没用 他很不解 怎么会没用 自己之前生病也是去医院 颜玉涵想让何乔乔来照顾他 把他抱得更紧了 但还是抵不过高烧 又倒下了 何乔乔不知道该拿他怎么办才好 决定还是先为他吃药 吃了药后 颜玉涵终于老实了 但还没缓多久 他起来抱住了何乔乔 让他不要走 他也很无奈 就这么让他抱了 没想到生病的颜玉涵会变得这么黏人 明明平时冷冰冰的 他没想到照顾病人这么累 就这样和颜玉涵依偎在一起睡着了 画面回到颜玉涵刚来人间的时候 他坐在庭外听着下属训斥 他才走三天就出事了 之前叮嘱过他 绝对不能沾昏心 这次吃的是三文鱼油 所以身体发热 不同种类的荤菜 引起的症状不同 随后拿出一张表格 其中 猪肉要格外注意 它会诱发大人体内属于人类的原始欲望 也就是生理冲动 颜玉涵看了一眼 竟然没有人肉 手下质疑 他难道在生气 他告诉手下 人间的肉制品无处不在 手下也没办法 这是上面规定的 虽然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 但希望他以后小心些 第二天一早 何乔乔醒来发现 自己竟然抱着 他在睡觉 他还在欣赏颜玉涵的外貌 颜玉涵猛地睁开了双眼 吓得何乔乔立马坐起来 颜玉涵想知道 昨晚是不是他照顾的自己 何乔乔摸了摸他的额头 退烧了 他告诉颜玉涵 昨天像到孩子一样 缠着自己不肯去医院 好端端的 怎么会发烧 颜玉涵告诉他是过敏 不知道谁加了三文鱼油 何乔乔这下慌了 不会就是他 昨晚加的那个有导致的吧 颜玉涵看他一人 不知道在嘀咕着什么 问他怎么了 他说没什么 说着先找件衣服就跑开了 找了一件合适的连衣裙 想让颜玉涵看看 转身 却看到颜玉涵赤裸着上半身 站在自己身后 画面来到威德学院 一辆豪车停在了学校门口 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 学生们看着豪车从来没见过 难道是有附加子弟转学 车门打开 何乔乔从里面走出 他又回来了 颜玉涵把所有手续已经办好了 他可以直接去上课 何乔乔很感谢他 让自己重新回到学校 自己会好好学习 成为全校第一 绝不会让他失望 颜玉涵听着他的所说 沉默了片刻 他希望何乔乔开心就好 成绩无所谓 这种宠溢的语气是怎么回事 何乔乔感受到了心动的感觉 学生们很惊讶 怎么是被开除的何乔乔 他下车连忙催颜玉涵快走 就不耽误他时间了 其实是颜玉涵的身份特殊 要是被人发现 他们的关系就惨了 何乔乔不想再招惹是非 他要好好学习 做何是合格的继承人 画面回到环宇集团 下属告诉颜森 何乔乔昨天搬进了南湾别墅 他很不理解 难道何乔乔和大哥同居了 手下表示是什么关系 还没有查清楚 他们的身份证都做了加密处理 看来他大哥这次回国 不仅要抢环宇 抢颜家 连他不要的女人 也想一块抢了 画面再次回到学校 周围的学生都在议论 何乔乔居然还敢来学校 真恶心 他很不理解 就算他被开除过 也不用像看怪物似的吧 突然面前走来一个女生 喊着她的名字 何乔乔跟她打了打招呼 盈盈 好久不见 盈盈打断了她 问她怎么还敢来学校 赶紧走 校长同意让自己复学了 为什么不能来 盈盈也不知道如何解释 拉着她就走 身后的女生追了上来 让盈盈一边去 他们要找何乔乔 他这一下 把盈盈推得撞到了墙上 何乔乔十分担心 盈盈让她快跑 胖妹骂何乔乔 真是见人一个 被开除了 还有脸回来 不知是棒上 哪个有权有势的老男人了 处处为她善后 每天躺在一身肥肉旁边 不嫌恶心吗 周围的同学都开始嘲笑她 何乔乔开始压制自己的怒气 她告诉自己 死过一次的人不能冲动 随后微微一笑 告诉他们 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 让几位同学这么生气 同学们都被惊呆了 这还是一言不合就打人的她吗 何乔乔告诉他们 如果真的是自己做错事 一定负责到底 盈盈很奇怪 何乔乔怎么变得这么有礼貌 这种气也忍得住 不过没关系 好戏还在后头 校长低声下气的 在跟一个人谈话 让她尽管放心 当初威德学院能创办 多亏了她的祖父 这么多年来 严家也一直在财务方面支持他们 这点小事 她一定办好 但就是不知道 何乔乔和她是什么关系 严玉涵想起何乔乔之前 对她说的话 她希望不要对外公开关系 不是要红杏出墙 只是不想招惹是非 她缓缓起身 说自己适合瞧瞧的监护人 离开校长之后 秘书问她特意返回来 是否要顺便去看看夫人 严玉涵告诉她不用 但刚说完 秘书就发现 对面有点不对劲 她让总裁快看对面 泡妹让她继续装 可够狠的 居然发帖黑自己姐姐 何乔乔对她这么好 一天黑帖就让她被万人唾骂 真是可怜 竟然有你这么个妹妹 说了半天 原来是为了何于轩 他们真会颠倒是非黑白 他们凭什么 就认定是何乔乔做的 他掏出一部手机 死鸭子嘴硬 要不是有路人 把何乔乔 暴打于轩的是曝光 他们怎么知道 她的真面目 原来医院里的是 全被录像录下来 发到了网上 还经过了特殊剪辑 掐头去尾 何乔乔无话可说 这才发现原来 那是他们设的局 顾于轩能成为她的家人 是她的福气 她居然这么对于轩 他们嚷嚷着要讨回公道 一名女生带着水桶 就往何乔乔身上泼 骂她真是个贱人 边上的学生还在助威 泼死这个不要脸的女人 这种恶心下贱的人 凭什么和她们在一起念书 她们学校又不是 收留垃圾的地方 盈盈一直在录像 原来她是装的 一直在等何乔乔反击 到时候 他们就可以联名要求 让校长把她担出去 她看何乔乔迟不还手 让她不能再忍气吞声了 她的视频 待会发给顾于轩 一定会很开心 何乔乔告诉自己 一定要忍住 他们是故意的 不能上他们的当 他们看何乔乔怒气冲冲的 以为她终于要动手了 问她敢动手 就不怕再被开除吗 但没想到 何乔乔转身就走了 盈盈很惊讶 这都能忍 何乔乔真的变了 眼看事情没有往预期发展 就打给于轩 告诉她 何乔乔没有打架 往新建路的方向去了 是环宇集团的方向 秘书眼看颜玉涵一直看着 不出手 便问总裁 为什么不出面阻止 一直被保护的小鹰 是永远无法成长的 威德学院 不需要仗势欺人的学生 他吩咐秘书 明天让他们退学 接下来开车回公司 画面来到环宇大楼 何乔乔刚到大楼门口 就看见顾于轩搂着 颜森站在面前 颜森问她 又来干什么 颜森妈妈看她 竟然还敢来 自己正要找她算账 何乔乔一言不发 向着他们三人走去 顾于轩想起了 她会气功 紧张起来 颜森把顾于轩挡在身后 让她有事冲自己来 别伤害于轩 何乔乔告诉她 人在做天在看 自己还活着的原因 是因为什么 顾于轩装作一副 听不懂的样子 不懂她在说什么 何乔乔放出狠话 她亏心事做多了 保不准哪天就被怨鬼缠身 好自为之 只有顾于轩内心知道 何乔乔说的什么意思 颜森把她搂在怀里 问何乔乔是不是疯了 说些什么乱七八糟的 何乔乔言尽于此 她要回学校了 还要好好学习 何事以后还等着自己去经营 顾于轩很疑惑 以何乔乔的个性 今天的事一定会大吵大闹 她好像确实有点不一样了 颜森看着现在的何乔乔 冷静 理智 虽然狼狈却闪闪发光 她从未见过 颜森妈妈让她站住 她陷害于轩的事 还没算清楚 何乔乔告诉她 知人知面不知心 还是先管好自己的宝贝儿媳妇吧 颜森妈妈骂她太猖狂了 这哪是跟长辈说话的态度 是不是以为有人撑腰了不起 此时有人下车登场 既然知道有人给她撑腰 还这么放肆 何乔乔立马羞红了脸 为什么每次都被颜玉涵看见 这么狼狈的样子 真是丢脸死了 颜森让她听自己解释 颜玉涵让她闭嘴 自己都知道 她走到满身水的何乔乔面前 掏出一张手帕 为她擦脸 颜森妈妈不知道 他们到底是什么关系 但她是环宇的总裁 自家的大少爷 她不能包庇何乔乔 颜玉涵站了起来 问她想怎么样 他们现在去新闻发布会 就让何乔乔出席 对黑铁一事道个歉就行了 顾于轩内心开心极了 还是森哥聪明 看何乔乔还怎么横 何乔乔刚想和她解释 颜玉涵就答应了 颜玉涵居然要她道歉 她真是太天真了 居然以为她会无条件地 站在自己这边 颜森也有点意外 那就麻烦了 颜玉涵让他们先去 自己带乔乔去换身衣服 何乔乔觉得她这么做 一定有她的道理 要相信她也要相信自己 回到客房内 她一想到要和顾于轩道歉 觉得还是好不甘心 在学校被人那么欺负 都不觉得委屈 颜玉涵看她一脸委屈的样子 是不是生气了 何乔乔嘴巴上说没有 其实被她一问 心里更委屈了 颜玉涵已经看出来了 还说没有 她的拳头捏那么紧 她告诉何乔乔里面有淋浴 让她先去洗一下 自己让秘书送衣服来 何乔乔觉得 她要自己去道歉 肯定有她的道理 听她的就舍 发生这么多事 自己要是还是像以前那样 怎么对得起这条命 从小顾于轩就以 姐姐应该照顾妹妹的理由 帮她拎包等她放学 可是同学们却说 自己欺负人 类似的是 每次都能让她大打出手 今天去学校 他们都骂自己 还用水泼 她知道 要是打架 又会被退学 到时候 还会让颜玉涵没面子 所以 自己忍下来了 颜玉涵看她如此懂事 刚想伸出手 夸她真乖 又变了脸色 她告诉何乔乔 该以牙还牙的时候 还是要以牙还牙 没过多久 何乔乔洗完澡了 但发现自己的衣服 还没送来 秘书送来了小姐的衣服 颜玉涵让把衣服放着就行了 随后敲了敲浴室门 衣服送来了 等了许久 还是没有回应 她冲进浴室 发现乔乔晕晕倒在地上 颜玉涵把她抱起 她这才苏醒过来 发现自己被颜玉涵抱着 立马让她松手 赶紧出去 不准看她 颜玉涵被赶出门外 这就是人类的生理反应吗 画面来到发布会现场 顾于轩觉得很抱歉 因为自己个人的事 让大家感到困扰 颜玉涵让何乔乔 把这个交给工作人员 就说她要道歉的话都在里面 还让她放心 自己不会让她受委屈 顾龙你等一下 想办法激怒何乔乔那个贱人 实在不行就骂他骂 顾于轩看着背后屏幕上 播放的内容 瞠目结舌 颜森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何乔乔现在才知道 原来优盘里是这个 颜玉涵什么都知道 顾于轩人傻了 怎么可能 顾相仪冲到演播室 让他们别播了 台下的记者们蜂拥而上 问他们这一切 真的都是他们策划好的吗 不是他妹妹害他 而是他陷害他妹妹 顾相仪告诉他们 这都是假的 不能相信 记者又来采访严副总 问他何于轩是他的未婚妻 他是否也参与 何乔乔喜笑颜开 但他又想起 现在不能笑 得保持弱势形象 颜森看着发生的一切 难道一直以来 都是自己误会何乔乔了 顾于轩竟然是这样的人 一直蒙骗自己 他可怜巴巴地看着颜森 无力地解释 何乔乔想告诉颜玉涵这件事 但办公室里面空无一人 背后传来脚步声 他还以为是颜玉涵来了 但只是秘书而已 总裁有重要的会议 先回公司了 何乔乔只好回学校了 总裁告诉他 可以再仔细看看顾于轩的视频 何乔乔看到顾于轩就恶心 画面回到发布会现场 顾于轩逃走了 他在厕所中惆怅 颜森走了进来 骂他贱人 一巴掌重重地扇在他的脸上 他抱住大腿 求他听自己解释 颜森被他害惨了 没想到他这么恶毒 颜森骂骂处处维护他 没想到他丢尽了孙儿的脸 随后 颜森就要和顾于轩取消订婚 镜头转到蓝湾别墅 何乔乔回到家中 刘书在家供后多时 但大少爷还没到家 让他可以先泡个走 他一口拒绝了 因为他想亲手给颜玉涵做一顿晚餐 随后吩咐他们帮忙准备食材 刘书告诉何乔乔 请一定记住 少爷绝不能沾昏腥 他当然知道 已经见识过了 会小心的 两小时的准备之后 何乔乔用面粉做出了素肉 他想着颜玉涵 已经很多年没吃肉了 这既不是昏腥 又有肉味 刘书问他 是不是要等少爷回来再吃 他特意做的素肉 当然要一起吃 他帮了自己这么多 自己没有什么能帮他的 只能做一顿饭 感谢他了 不知过了多久 门口传来了说话声 何乔乔看他回来了 让他快洗洗手吃饭 他还特意强调 今天的晚餐是他做的 让他赶紧打开 一定会喜欢的 他很惊讶 既然是乔乔做的 那他倒要看看 做的是什么 何乔乔此时还在窃喜 言语含呆会感谢 他为自己打开新世界的大门 他看着桌子上的肉 愣住了 愤怒地站了起来 直接把肉全倒了 问何乔乔 是不是觉得很好玩 他说过自己绝不能碰昏心 这不是一个玩笑 而何乔乔 却该死的拿来好玩 他最讨厌自作聪明的人 何乔乔告诉他 不是这样的 还没等他说完 言语含就告诉他 自己还没有 给他在自己家 胡作非为的权利 希望他记住自己的身份 那么 何乔乔是什么身份 言语含告诉他 自己 恰好需要一个人结婚 而他恰好需要自己的帮助 这只是一种交换关系 千万别试图来干涉自己 影响自己 离自己原点 何乔乔跪在原地 他很委屈 突然一则电话打了过来 是父亲打来的 父亲问他身上的伤都好了没有 还去看看他 他不需要 托父亲的福他已经好了 父亲问他 是不是还在怪自己 他觉得很对不起他 如果他是真的后悔了 该有多好 可惜 他不过是为了那些股份 父亲是真的觉得自己错了吗 那他错在哪了 父亲立马又扯到股份 说自己不是想和他抢 只是他还小 不能接管何事 何乔乔根本不在乎 他只是为妈妈难过 妈妈那么爱他 他又做了什么 他对不起的是妈妈 说完就挂断了电话 父亲很担心 难道何乔乔知道 于轩是他亲生的了 万一让何家那些就不知道 自己先有了于轩 再和何荣洁的婚 那他会被赶出何事的 真是可悲 明明是世界上最亲的人 却连一点真心也见不到 他回到卧室 躺在床上 现在连严玉涵也厌烦他了 他真是世界上最失败的人 何乔乔你真是傻瓜 重活一次 还是那么蠢 自己算什么东西 做人这么失败 名声又差 还一无是处 难怪大家都讨厌 他又想起 之前所有人欺负他的场景 委屈地流下泪水 严玉涵说 他们之间只是一种交换的关系 除此以外 什么都没有了 何乔乔觉得都这样了 还待在这里有什么意思 便开始收拾行李 严玉涵听到隔壁的哭声 渐渐没有了 以为他不哭了 但又立马投入工作 毕竟 这不是他该关心的事 第二天一早 刘叔看只有大少爷 一人在吃早饭 问小姐人呢 便准备去找小姐 严玉涵让他不用找了 做错事还耍脾气 不能惯着 女仆此时走了过来 看到了垃圾桶里的素肉 这是小姐昨天花了两个多小时 做的素肉 她怎么没吃 小姐还说她一定会喜欢呢 严玉涵愣愣住了 问她什么肉 小姐知道她不吃荤 特意用面粉做的 可用心了 小姐还买了一个礼物 说要送给她 也丢了吗 她听到这里坐不住了 准备去找和乔乔道歉 她找遍了整个房间 也没有看到她的身影 难道离家出走了吗 画面来到监控室中 严玉涵冲了进来 让保安把房子周围 从昨晚到现在的监控调出来 大门没有开过 她没有离开 她发动自己的能力 扫描了一下房间 在杂物间里 严玉涵推门而入 何乔乔很惊讶 她怎么会在这 严玉涵让她回房间睡 这里太小 何乔乔以后自己就睡这里 省得打扰她 自己会记住身份 她要赶自己走也行 给她一点时间找房子 严玉涵跟她道歉 是她错了 何乔乔很惊讶 难道她知道了 平嫂都跟严玉涵说了 又看了看她做饭的手 问她还疼不疼 何乔乔这才哭诉起来 她昨晚说的那些话 害自己伤心一晚上 太过分了 昨晚都要告诉她了 她现在知道冤枉自己了 骂人的时候 怎么不问清楚 严玉涵觉得很抱歉 抱歉的不是她 是何乔乔没有认清地位身份 说完就哭着跑走了 严玉涵一把拉住她的手 用力地把她往怀里拉 随后就亲在了一起 她告诉何乔乔 这是自己的初吻 她的气息就像汹涌的浪潮 将何乔乔淹没 严玉涵希望她别生气了 何乔乔这才从刚才的情境中反应过来 把之前的礼物送给了她 她没有说送的是什么 只嚷嚷着自己肚子饿就逃跑了 她躲在一边 她的初吻被夺走了 严玉涵这样做又是什么意思 严玉涵来到庭院休息 突然手下出现 出什么事了 您的尊位突然呈现一片红色 她告诉手下只是亲了个嘴而已 接吻是指两个人的嘴唇接触 亲吻是一种经过学习的行为 许多灵长类动物 都具有类似于亲吻的行为 据研究 亲吻可能具备嗅取荷尔蒙的生物意义 不过吻这种行为 在冥界似乎不存在的 手下这才明白 原来是她尝试了人间的吻 严玉涵觉得那不是吻 她愿称之为意外 据手下所知 这是她的初吻 严玉涵前几天还说感觉不到心疼 现在吻都接了 竟然让何乔乔夺夺走了阎王大人的初吻 随后手下又问严玉涵是不是动心了 她再三解释 这仅仅是一个意外而已 手下才不信 这个意外 据她上次说 大脑不会让心脏失控 相隔没几天 严玉涵不想跟她多废口舌 手下告诉她 走向不太对 可千万不要再在人间惹事 严玉涵突然想起 顾于轩吃了何乔乔的亏 一定会想办法反击 让手下注意一下她的动向 过了一会儿 何乔乔二人准备去往严玉涵爷爷家 但之前何乔乔就知道 严家除了爷爷以外的人 都不喜欢她 她能不能不去 严玉涵告诉她 今天是老爷子生日 必须去 而且严家的人不喜欢她 不是她的原因 是她前男友的原因 她一边说 一边带上了何乔乔送她的领带夹 何乔乔不明白是什么意思 原因有二 第一她前男友在严家话语权不够 第二她前男友不重视她 所以人人都能踩她一脚 好像是这样 汽车停在了商店门口 严玉涵独自下车了 何乔乔觉得很奇怪 既然是给她买衣服 不应该带她去是吗 严玉涵进入商店 她问萧瘦 如果拿走了一个女孩的初吻 送什么礼物比较好 萧瘦觉得这个女孩一定年轻 便建议她可以送口红 严玉涵根本没见过这种东西 随手拿了一个 起来看了一眼 女孩子都喜欢口红 而且口红是涂在嘴唇上的 代表着男方非常珍视她的吻 下次如果她想吻她 甚至可以说 自己想吃掉她的口红 这样会非常浪漫 严玉涵想都没想 就让萧瘦给她来一个口红 萧瘦告诉她 这不是给不给的问题 还需要选购颜色 又问她需要哪种色号 严玉涵看了看柜台 告诉她全部都要 没多久 严玉涵就拎着两个袋子回来了 这些全是给她的 何乔乔打开袋子惊呆了 怎么一次买了这么多 严玉涵不知道她喜欢什么颜色 就都买了 何乔乔再一次被她给撩动了内心 严玉涵看她也太好养了 何乔乔不明白 为什么她突然自己礼物 严玉涵是因为 何乔乔之前也给她送了 她这才放心 直接打开一只口红涂了起来 涂完之后 又问她好不好看 严玉涵看了看她的样子 被迷住了 镜头来到中顶娱乐公司 公司总裁大骂顾于轩 公司被她害惨了 一天之内股价大跌 损失几个亿 她的黑料不仅多还证据确凿 已经没有公关的机会了 宋哥也在为她辩解 实在是没想到 顾于轩想不到自己的妹妹这么阴险 一点面子都不赔 总裁看她撕其他人的时候 比谁都狠 到头来栽在一个丫头骗子手上 问她是不是脑子进食了 顾于轩再次发动传统艺能抱大腿 她让老总帮帮她 以后一定拼命挣钱 总裁一脚把她踢开 让她赔钱还差不多 公司这次不会帮她上后 而且她一直说自己后台很硬 怎么关键时候 一个管用的都没有 她和公司的合约还没有结束 现在不可能解约 她给公司造成的损失太大了 趁着现在还有热度 趁早转型 她不明白该往哪方面转 总裁让她去拍小电影 效仿那位日本青春女星 从励志美女神到性感天后 也是一个巨大的卖点 顾于轩哪肯同意 她才不要拍 宋哥也觉得自己 好歹也是金牌经纪人 带出的人去拍片的话 影响也不好 总裁不跟他们多废话 不拍就赔三亿 自己看着办 没过多久顾于轩来到地下车库 她这一次也要让何乔乔 尝尝身败名裂的滋味 画面来到颜家大宅之中 家里人们在讨论郁寒一回来 就争权夺利 老得人心惶惶 根本没把他们这些长辈放在眼里 这些年 颜森为还宇兢兢业业 没功劳也有苦劳 颜郁寒却这么欺负弟弟 颜森认为只要还宇好 自己是没关系的 大姑听了他们说的 决定待会要好好问问颜郁寒 还有何乔乔那个臭不要脸的女人 她也要知道是怎么回事 颜郁寒从大门走了进来 座位上的人们都开始慌了 颜森看着何乔乔 变得越来越美了 只可惜让颜郁寒捡了便宜 大姑很惊讶 她这么快就来了 颜郁寒没等她说完 转身就走 说要看看爷爷 大姑看她如此目中无人 让她站住 颜郁寒丝毫不给面子 问她想干什么 颜郁寒进去可以 何乔乔不行 他们颜家不是什么人都能出入的 这种跟了弟弟 又跟哥哥的女人 没资格踏进颜家 何乔乔听了这些有点尴尬 想临阵脱逃 她想起以前颜森说的 大姑是长辈 无论如何都要忍 她刚抽出手来准备离开 又被颜郁寒紧紧抓住 她告诉何乔乔不需要这样 大姑见此大发雷霆 太嚣张了 她眼里还有没有他们这些长辈 其他叔叔也觉得她不像话 这么多年 都是他们帮忙打理公司事务 何乔乔看大家越吵越凶 自己还是出去比较好 颜郁寒直接把她搂进怀中 告诉她不用怕 有她在 何乔乔十分感动 感受到了十足的安全感 二叔私下以还宇的名义 和开发商合作的楼盘 死了六个人 警察很快就会来找她 她还是想想 进去之后 怎么跟董事会交代吧 还有三公父的非法股票 被证监会查出来了 赶紧看看新闻吧 三公父大吃一惊 颜郁寒是怎么知道的 此时电视播放的新闻 证监会真的在调查她 她又转向二姑妈 让她去查查 她死去的丈夫 在瑞士户头的钱都给谁了 二姑妈急眼了 告诉颜郁寒她二姑父 绝不可能出轨 他们的争吵被管家打断了 老爷请她过去 何乔乔想起之前 颜郁寒说的 颜森不够重视她 所以人人都能踩她一脚 那现在颜郁寒的行为 是不是代表在重视自己 郁寒表哥一向敬重大姑 一定是何乔乔 这个小贱人挑拨离间 于轩的事也是何乔乔挑拨的 现在他们应该信了吧 大姑十分生气 她要让他们知道 谁才是这个家的主人 她女儿让她别生气 都交给她来做 表哥只是被何乔乔迷惑了 大姑同意了 她暗自窃喜 竟敢欺负于轩 落在她手上 何乔乔死定了 画面来到网吧 顾于轩正在剪辑视频 他们从小一起长大 她多的是把柄在顾于轩手上 手下看了看刚才顾于轩操作的电脑 阎王大人果然没猜错 她终于来报复了 顾于轩回到了家中 她妈妈很担心 她找了个郊区网吧 把何乔乔的裸照 发上网络了 顾向一觉得就该以牙还牙 赶紧打开帖子 让她看看 顾于轩刚发布就有不少点击 她觉得现在肯定全世界都知道了 妈妈打开手机看了看照片 好像不适合乔乔的脸 可顾于轩记得她明明屁过了 她看了一眼 网络舆论不仅没有谈到何乔乔 反而把顾于轩自己搭进去了 她气急败坏 为什么何乔乔总能逢凶化吉 到底败了什么菩萨 画面回到严家大宅 严喻寒让爷爷好好休息 环宇会越来越好 爷爷的身体也是 何乔乔坐在门外 不知道严玉涵和爷爷在聊些什么 严森趁机走了过来 他有话想和何乔乔说